The End 的東西正要趕快去收 我是不是認真的 讓我們在CSM拿比較刁鑽的卡好了 OGA DOSER DOSER 我上什麼叫 卡門呢? 來各位在正式介紹之前 我想要來插播一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DECADO CSM 2.0 所發售的一個正式版本的腰帶 然後我要先說一點 因為由於我們那天在開箱 不管是這個卡組 就是這個擴增卡 亦或是他CSM 2.0本身他附的卡片 基本上都是有缺失幾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缺失的那些卡片 基本上都被我們的敵人給偷走了 所以這時候我要驗證一件事情 這一個是我們DECADO過去 所發售的一個套組好不好 我要先說 他的卡片還是在那把CSM槍裡面 所以你要他的卡片還是要買那把槍 那把槍我們之後會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要驗證一件事情 當年我們海東在10年前所偷的那些卡片 是否可以運用在10年後的一個DECADO好不好 驗證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假設這邊的卡片可以使用 那DECADO那盒就進入神壇了 哼 在你想玩全部正版的情況下 如果在這邊無法使用的話 那DECADO的2.0應該是已經在路上了 哼 所以呢 我今天就來幫大家測試一下 然後也順便大家看一下 我們當年DECADO發售的這個卡車 當年DECADO卡車真的也是非常漂亮好不好 不輸我們DECADO那一代 然後呢 前面這邊的話 就有個非常帥氣的一個DECADO DECADO其實老實講 當年看到他的造型 我覺得蠻震撼的 拿到現在來講 欸真的是非常帥好不好 直接拿卡片當副演啊 非常不錯 這個的話是卡本級跟大家說一下 它裡面是沒有卡片的 把它拿出來 跟往常一樣 它裡面的話有個紀念冊 這個紀念冊我得到我們CSN的DECADO片 再跟大家講 他的卡車外殼稍會長這樣 就是一把DECADO的槍 這樣 然後呢 把它拿出來 然後呢 他的卡本 哇 太帥了吧 史上最邪惡騎士全部都在上面啊 不錯不錯不錯 好啦 邪一半 邪一半 然後下面的話是我們的DECADO 哇 後面這邊夠邪惡了吧 帝王 龍牙 SR G4 老爹 我真的超喜歡這些卡車好不好 他卡車真的設計的超級無聊 並且這邊下面一樣是有一個燙金寫他的一個名稱 背部的話是條碼這樣子 側面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燙金啊 拿著我們DECADO的槍 因為有一間重點不是這些卡片 所以卡片我們就快速給大家看過一下就好 第一頁的話就我們基礎的DECADO 然後並且DECADO的一個COMPLIC FORM DECADO的救急型態真的是非常邪惡好不好 上面滿滿的惡意歧視啊 G3 G4 這一車的話就算就是我們龍騎剩下的卡片都在這裡啊 FICE的卡片為什麼這次沒有收入 因為都在這裡好嗎 Kaiser啊 然後那些小兵騎士 Delta 利用Delta腰帶分支出來的帝王腰帶 還有河潤東腰帶啊 並且下面還有我們的S 鬼系列啊 經營同三個吉庭 劍蝦跟我們的地獄兄弟的弟弟啊 KIMA系列卡片都是有完整收入的好不好 嗯不錯不錯不錯 DECADO的技能卡也是有收入的 這個超讚 我超期待等一下刷這個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他一些相關卡片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老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張 所以呢以上這就是我們DECADO在CSN所收入的卡片啦 跟大家背注一下 基本上真的就是將我們這邊那些洞全部補齊啊 如果把那些再加上 這一組 2.0這一套 基本上這樣我們就可以組成全部的平成騎士好不好 非常非常不錯啊 OK我們把這邊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刷一下吧 然後我先隨便挑幾個騎士 我剛才發現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兩面上面啊 沒有夜騎耶 所以倒是CSN裡面真的是沒有夜騎 所以倒是夜騎這張卡片啊 入手的方法就只有在20週年的DM那把槍裡面 或者是說 NEODM上面才會有耶 DECADO的坑超級恐怖耶 既然這一張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第一張也測這樣好了 這張的話是拿NEO的一個版本 真的是完了好不好 DECADO的東西正好趕快去收 我說認真的 DECADO的東西在這邊刷得到的 讓我們這CSN拿比較刁鑽的卡好了 OGA 但我說CSN的DM2.0是沒有在路上的 因為DM1.0的東西可以完美在這裡進行一個實線 但是我覺得擴增卡包可能會出來 當年10年前這個卡本的所有資料啊 完美的移植在這裡之外呢 音效全部加上去好不好 所以到說他們這次在新規的地方 就是有在這些過往發行過的卡片 把它打掉重做 DM1.0這邊採用舊數據 然後把它引用過來 並且在做擴增 所以到說 全部的平成其實 應該都是可以在這條上面進行一個實線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DM的卡片好不好 我們的DM 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樣好嗎 變身音效收好收嘛 再換怪人版變身DM啊 區別的話在這裡 這張卡刷不到耶 它歸類並非是在騎士而是在怪人 所以它沒有辦法耶 讓我滿意外的 我也覺得可以刷到耶 DM的一系列技能卡 連射 果然這個還是要靠槍玩 DM要發動召喚騎士的必殺機 就必須使用這張卡 所以看來武器的部分 你還是要乖乖買好不好 我這樣大概可以預想到 Decade那個刷起來大概是怎樣 這是我們的防護罩 Decade這樣 Decade那邊 是完全OK 必殺技 這個演出非常非常華麗 轉圈好像是一堆卡片 Power Up的一個DN 其實音效上差不多 因為畢竟這支力量提升而已 完全形態的DN 好啦 算是有變大了 但是音效聽起來讓我覺得像DX好不好 只是沒有點那個有點可惜 G4 RUGA OGA 那個有點小可惜 再來換它對應的一個卡片 然後再來換歷代的一個富奇 G3 基礎形態的 G4 我怕會有些細微差異 所以我這邊講保守一點 九成像好不好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本身設計就是蠻類似的 所以呢 這邊也可以看出來一個點就是 以前主旗之外 其他騎士其實兼用性蠻高的 老實講 超級兼用登場 還不錯還不錯 至少不是瞬間變賽 而是會有一點 蓄力 打拼再變賽上去 等一下我們這個可能 大概要貼五遍以上 海搖 王蛇 王蛇 犀牛 天鵝 最後是龍牙了啦 龍牙就是不一樣啊 畢竟是男主角的分身啊 他那個音效就噗噗噗聲啊 不錯不錯不錯 不愧是最邪惡的騎士 Ryuki這邊的話沒辦法 因為他本身金融性都非常高 所以大家聽起來一樣正常的 然後在龍牙這邊有做出完美區別 我覺得看出來他們是真的有心啊 雖然有點加速 但那個噗噗噗噗噗 有做出區別 跟FICE完全不一樣 哇好帥 這邊可以玩到鎖 其實真的好猛啊 我覺得FICE這代的變身都超級無敵帥 來小兵 對原作就是這樣 什麼都不要輸 只要刷腰帶就可以變身了 來 再來換我們這一張 其他跟FICE有點像 而且他的腰帶本身設計也有點像FICE 老實講 這一張就不一樣了 帝王 聽起來超浮妙你知道嗎 OGA這一條我收四千塊 要求 好我們的S Blade 他的變身其實我算滿不熟的 但是小時候有看過他的劇長版 然後再來換我們響鬼片啊 好讚喔 原版就是長這樣欸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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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之前有開箱過大家可以看一下 刷琴那個聲音啊 他是屬於全樂器的一個鬼啊 再來換這一張 對其實他們兩個音效都差不多 畢竟皮套也滿強似的 實用的音樂類型也很強似 來再換這張 我一直以為這幾張鬼 可能他們變成音效就是 哄哄 把鬼火掃掉就這樣了呀 就每個都有特化型耶 這個沒有不買理由吧 好我們卡普頭片了 急停 直接爆甲型態的 剪歇 好不敢說一樣 但是九成像好不好 但是這是卡普頭這一代的啊 卡普頭這一代真的是要玩低插板才會有感覺啊 這個就會有感了 這是我們踢黃的一個音效啊 再來換我們的銅 贏 換我們boss級騎士啊 金 金 他們三個很相似真的很相似 果然金銀銅這三個人還是要玩他們的一個手環型變成道具 才會有感到明顯差異啊 EXA EXA這個演出的算是非常滿華麗 而且華麗度也滿高的 再來的話我們王子啊 Saga 有把那個比較清脆的那個玻璃聲給弄出來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呢再來換我們劇場版的其中一隻 然後呢再來換我們劇場版的另一隻啊 這隻可以巨大化 GMA兩個的變成音效也都蠻不同的 還不錯還不錯 都是有做完美的特化啊 因為畢竟他有負在裡面當他測一下啊 老爹人可以刷到好扯喔 好來各位 這樣子我們就幫大家測試完畢好不好 基本上DM完整通融好不好 有兼容在我們的10周年複刻版本 然後呢還有我們的NEODM 所以呢如果你有買這兩個 是可以連通這個一起玩好不好 我一直以為DM可能會再出2.0 或是新出的卡包之類 就完全不用 完全連通舊版 只是我個人覺得 畢竟這過了10年嘛 所以呢感覺應該是會複刻啦 就是複刻卡片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可以考慮等一下 但是如果你們是想要收藏全騎士的話 其實收一個DMCSM 我覺得是不虧的好不好 而且現在價格差不多也才6000多而已啊 可以考慮一下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CAMMAN來達DM的 一個完整聯動實測 如果喜歡請記得幫我 在影片後面這部喜歡節目 掰掰